下周的新游戏多达30款 请允许给我几分钟的时间 让我向各位一一介绍 使命召唤 黑色行动6 使命召唤系列的第21部主要作品 游戏引入了全向移动系统 允许玩家向任何一个方向加速跑 并增加了飞扑动作 提升了角色的机动性和操作灵活性 此外游戏还回归了击杀奖牌 武器系统也保持了一贯的高水准 配件丰富 手感熟悉 单人聚情方面 游戏延续了黑色行动系列的 高质量故事情节 以及多样化的游戏内容 地图设计方面 大多继承了替组注重冲锋对枪 减少加枪的传统风格 提升了游戏的整体节奏和体验 浪漫沙家2 七英雄的复仇 31年前JRPG经典作品的完全重制版 保留了自由剧本展开的壮阔故事 以及沙家系列在RPG中 读书一个的闪悟和阵性系统 还新增了联系和行动顺序制要素 采用全3D画面 重新塑造原作所描绘的广阔世界 还能观赏全与因果潮事件 重新打造战斗与成长系统 增加难度设定等 让原作粉丝 以及初次游玩的玩家 都能更容易上手 索尼克夏特是在重启 人机动作冒险游戏 索尼克世代的重制版 玩家在游戏中 不仅能扮演经典版和现代版 索尼克挑战2D和3D关卡外 还能扮演夏特进行展新的剧情战役 与索尼克并肩作战 同时本作还将会收录 以夏特为主角的夏特时代 让玩家一致体验 这两款游戏不同主角的冒险魅力 三果之八Remake 经典历史模拟游戏重制版 以威力加强版为基础 加以全面重制 追加众多新要素 保留原作的全武将扮演系统 以及全年代剧本等特色 采用最新技术重新诠释 带来更精致的画面 与全面翻新的系统 玩家可以自由选择立场 制定策略 甚至可以改变历史的走向 真正体验那段烽火连天的年代 人中之龙集 如龙系列首部登陆Switch的作品 该系列自2005年推出以来 以其深刻的黑社会题材 和丰富的剧情 受到了玩家们的喜爱 4Z纸板保持了原作的精致画面 和深度剧情 同时还针对Switch平台进行了优化 确保玩家在掌机模式和电视模式下 都能获得流畅的游戏体验 一苏10北境立显 一苏10R2.0 Steam全新改版 修复了之前的诸多问题 提升了不同配置PC上的性能 通过AI技术强化的解析度倍增功能 进行印象品质的最佳化 在本作中玩家不仅能学习到 如何在战斗中运用搭档模式 还可以同时操控男女主角进行攻防 同时游戏也引入了马纳绳索 马纳滑形 马纳爆发等能力 让探索地图的自由度大幅提升 一星工厂 太空时代 沙河经营模拟名作一星工厂的DLC 将原本建造太空火箭为目的的游戏本体延续 让玩家可在太空建造轨道平台 出发前往四个星球 并进一步探索新独特资源和机制 太空时代这次有四个全新主题 分别是火山 高原 充满一锅之物的地形 以及高架铁轨 除此之外 DLC还带来全新的敌人生物 新音乐与新的细节改动 还会有神秘的第五颗行星 地狱已满二 多人合作动作恐怖游戏 身为急救人员的玩家 将在充满僵尸的《鬼绝黑暗世界》中 踏上旅程 八位互相合作的玩家 会出现在同一张广大地图上的不同地点 玩家必须互相沟通 制定策略 才能在这危机四伏的世界活下去 在世群中杀出重围 或以智力取胜 风中行者 由死亡细胞工作室推出的 全新服饰脚高速若格游戏 背景设定在天空中的机械之城 玩家需要控制福瑞战士前往风暴中心 解决灾祸的来源 拯救这个世界 玩家可以在非战斗状态下 无缝穿梭地图 战斗中闪避无冷却时间 和死亡细胞一样 拥有极高的自由度和流畅的操作感 游戏可一刀三人合作游玩 目前处于夜阶段 有不少问题需要优化 但未来可期 历史时代三 历史模拟游戏 玩家可以在游戏中扮演各种文明 从伟大的帝国到微小的国家 游戏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时间线 和多样化的文明选择 要玩家能够亲身经历 人类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和战争 通过发展科技 拓张领土 建立联盟等方式来提升文明实力 并与其他玩家进行竞技与合作 以太之战二 备受好评的乱斗型格斗游戏 以太之战续作 新作有别于前作的16维像素风格 感用精细的3D画风 前作中代表火元素的 狮子Zettelburn 风元素Restor 还有毒蛙格斗家Reno都会回归 游戏还增添了前作没有的 大量格斗游戏机制 包括护盾 抓鞭 抓紧 投机等等 让对战更为丰富激烈有趣 克苏鲁信徒 城市建造游戏 玩家扮演克苏鲁教派的领袖 在多个岛屿建立城市 维持追随者的数量 在城市里玩家可以管理生产链 工人 还有一些危险的遗址 扩展自己的势力 并为克苏鲁归癌的那一天做准备 自有安赫医师跟克苏鲁 达贡等洛夫克拉夫特神话中 不可名状之物进行联系 从中获取知识和超自然的恩惠 增加力量的同时扩张自己的城市 工业大行4.0 模拟经营游戏 玩家将从头开始塑造一个工业帝国 考验你的商业头脑 踏上经济霸主的征程 游戏提供了生产商品 建立物流 文化和财务管理等方方面面的体验 作为一个有远见的工业大亨 玩家要面对全球实践 环境法规和技术突破 所带来的动态商业环境挑战 无形轴心 逼人称是角 猎杀恐怖游戏 玩家将使用弓箭作为主武器 狩猎来自民间传说的各种古代妖魔鬼怪 猎杀怪物可借助特殊效果的箭矢发挥奇效 而狩猎怪物不只能获得弓箭素材 还能收集生物力量强化主角的狩猎感官 例如看到气味粒子 感受怪物足迹残留的体温等 看见人类原本无法看见的颜色 捷刀精环夜 一道自然合作生存恐怖游戏 玩家将化身劫匪 在家拍卖行内执行一场胆大包天的捷刀行动 然而抄自然现象的介入打乱了计划 整个捷刀团队被勒林困住 你们必须暂时放下原本的目标 优先求生 与队友合作共同寻找逃生之路 皇室任务 3D奇幻MMORPG网游 在这里 邪恶的黑暗链金术师入侵了整个世界 玩家所扮演的英雄 要与黑暗链金术师和他的爪牙激战一整幽世界 游戏主打PVP并在一张指定地图中进行 在这里也可以攻击怪物或者其他玩家 每个人都可以攻下一座属于自己的城堡 以及周边地区 侵袭 起源 合作恐怖游戏 游戏采用复古的8bit风格 玩法丰富多样 支持自定义角色和皮肤 玩家将扮演一名灭虫者 治疗那些遭到感染而扭曲的经典人物 故事背景说定在1988年 原以为只是害虫 却演变成更险恶的事件 玩家要和朋友一起治疗这神秘的感染事件 ORI BUND 开放世界自动化采集建造游戏 玩家扮演国王 在山中寻找余晋石 建立天空之城 深入挖掘山脉河地下洞穴 寻找各种矿石和贵重金属 游戏中设有完善的制作系统 玩家可以制作多种矮人工具 装备和服务人士等物品 发展自动化系统 高效采矿并消灭怪物 最终推进任务之最终目标 天穷卡牌路 牌组构建型如是Light战斗RPG 主角霓虹将探索电脑世界的迷宫 打倒个楼层的头目后 会前往下个楼层 只要打倒最终楼层的头目 就算是通关迷宫 每次战斗胜利时 可选择要说为新同伴的卡牌 借此强化牌组 挑战们系列中 其他男女主所组成的BOSS阵容 PRIM 黑白手绘画风的冒险解谜游戏 在游戏里 死神的女儿PRIM 每天都会做同一个噩梦 梦里有一位奇怪的人类男孩 向她求救 PRIM想弄清事情的真相 但她的父亲 沿进她进入人类的世界 不甘困于冥界的PRIM 展开了惊心动魄的冒险 不断往返王者世界和生者之地 面对真正的恶魔和自己的心魔 鲜火之盟 融合了砍杀战斗 Rodelet和城镇建造玩法的动作游戏 玩家必须参与各种紧张自己的合作任务 面对无止境的砍杀战斗 在每一轮行动中扩大你的城镇 解锁升级武器和技能 招募NPC盟友 建立足够强大的抵抗势力 对抗意图称霸世界的敌方阵营 星穷一季 被迎合恶魔城动作游戏 玩家将化身为幻影 在神秘的一季中穿行 收集众神的血液 并利用它进行强大的能力升级 玩家可以通过精准的跳跃 攻击以及技能释放 在各类敌人中穿梭自如 更有超过90种敌人和10个BOSS等待着玩家的挑战 昏迷两臂 地下墓穴 校园恐怖冒险昏迷系列的最新作品 玩家将化身为第一部的主人公容浩 好不容易从另一个世界逃脱的他 却发现平静的校园生活有点不对劲 玩家将再度回到那 令人感到毛骨悚然的昏迷世界里 根据某位关键角色一流下来的笔记 寻找能够对上恶毒姊妹的强大圣剑 面对更加凶残的凶手AI 蜡笔小新 煤炭镇的小白 全球热销人气作品蜡笔小新 我与博士的暑假 永不结束的七日之旅的续作 小新跟住浑身站满烫灰的小白 来到时间访浮静止般的炭火镇 与这民一起泡汤 帮助餐馆开发新的菜色 渐渐融入这座小镇 小新将往返于现实 及这座不可思议的小镇 度过不可思议的每一天 科技乌托邦 城市营造卡牌游戏 玩家将在本作中 扮演员工智慧AI 在各方势力的角力中 精心构筑每个区块 平衡不同需求 维持城市内的脆弱和谐 玩家手握一副 包含各类建筑的卡牌 必须做出关键决策 情衡四大势力 每个选择都会影响 势力之间的微妙平衡 并影响城市的稳定 真空少女H 身世休闲竞速游戏 讲述了少女下书 为了还债而被迫参加 忍者竞速大赛 本作拥有十位可操控少女 一百种舞蹈 六百个日语配音 以及十六个剧情章节 玩家可以使用 挑逸与单气加速超越对手 或是使用忍术刀剧打击对手 在比赛之余 你还能为女孩们选择舞蹈 义务与日语语音 金刚 绝境求生 以哥瑟拉大战金刚 电影世界观为背景的 2.5D动作冒险游戏 故事描述 泰坦巨兽袭击人类城市 男主角决心在 断壁残垣的废墟 寻找女儿的下落 玩家将操作男主角 探索城市废墟 而游戏里除了会遭遇 巨大泰坦怪兽的攻击 与恐怖生物之外 幸存下来的人类 也可能成为威胁 蓝精灵 梦境 双人合作平台冒险游戏 邪恶的格格乌用催眠 魔法笼罩了整个村庄 蓝精灵们陷入了 无尽的梦境之中 作为全村最后的希望 玩家必须在格格乌 到达村子之前 唤醒沉睡中的蓝精灵 并穿梭于不同的梦境中 一起破解谜题 挑战了梦boss 最后幸存者 动作Roguelite游戏 玩家将操控 不同职业的主角 在黑暗的世界中 产出怪物 成为最后的英雄 游戏以清场战斗 为主要玩法 玩家在选择职业后 接住选择地图 角色在地图中 会自动攻击放招 升级后选择技能 就可以增加攻击频率与能力 善用道具 并且灵巧地闪避攻击 移动到宝箱位置 并记得回头 简直掉落的惊艳值 后林元神 像素Roguelite动作游戏 玩家将扮演主角阿元 探索千变万化的丛林地下城 消灭前来进犯的魔怪强敌 最终拯救世界 在地下城中 有大量具独特效果的武器 法术和一无功玩家选择搭配 同时元神还带有一枚 充满变换护身符 选择护身符的不同核心能力 将有可能颠覆玩家的策略 除此之外 武器和法术的不同元素搭配组合 将可能发挥出不同的效果 规则怪坛 生涯小区 怪坛类剧情游戏 在宏大的原创世界观下 你需要一步步探索 生涯小区的全貌 依靠规则在这一密的一线生机 只要你遵守规则 你就可以安全地在这一生活 而避免迷失其中 游戏有12个结局 5个可以攻略的NPC角色 针对于不同的立场和态度 他们有着自己的处事风格 也就会引向不同的结局 崛起力量 测试英雄 HDRD像素画风动作RPG游戏 本作将收入包括 亚瑟王 卡瑟琳娜 珍德 关羽 西波旅塔 支田信长等6名传奇英雄 让玩家随即选择使用 每个英雄都有各自不同的天赋专场与武器技能 玩家还可以透过分配技能点数 来解锁新的动作招式 集结英雄之力来对抗虚空的侵略 觉醒一刃 国产 类影和战士 恶魔城游戏 玩家将操控备受寄生的 银发仿生少女塔尼亚 被派往和乐斯群岛的热带雨林 搜救失踪的研究团队 塔尼亚可使出一系列联机横扫城群敌人 除了一般的闪躲 格党和快速起身 她也具备类似杀德威斯塔的技能 在地人攻击时冲刺 减缓周围世界的流动并获得免伤效果 一路收集她能量强化塔尼亚的战斗能力 解锁各种技能应付不同场景 升级武器或换取实用道具 完蛋 我被美女包围了 前传 新作将带领玩家回到故事起点的大学时光 与六大性格迥异的女主展开一连串精彩分层的故事 游戏设计了多种故事分支与结局 以及多条隐藏故事暗线和彩蛋 先穿海联名的腾讯手游和平精英 将电竞元素融入游戏中 主角故意将带领六位美女主角一起追逐电竞梦想 让玩家以第一人称视角体验电竞的魅力和激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